关注新闻焦点解析话题观念 优势频道YouChannel焦点话题 关注新闻焦点解析话题观念 欢迎您一起来关心本周的优势焦点话题 我是张志斌 最近几天全美国乃至于全世界关注的新闻焦点 莫过于发生在佛罗里拉州奥兰多的同性恋夜点枪击案 由于这起案件是美国有史以来 由单一凶手造成最多人死伤的屠杀事件 加上牵涉的复杂因素 因此引起了不同方面针对不同的议题 发起的讨论乃至于争议 行凶的枪手是信联29岁的欧马尔玛丁 他是美国出生的阿富汗移民第二代 也有穆斯林信仰的背景 根据目前为止的调查与报道 他从小学时代就有暴力攻击的言论 也对美国有仇视的心态 成年之后更因为婚姻暴力而离婚 而他发动攻击的地点 则是同性恋者聚集的夜店 因此事件一开始 很多人就把它归类于信仰偏激 仇视同性恋的暴力分子 争议的焦点就摆在几个部分 包括有种族争议 宗教信仰争议 恐同性恋与反同性恋争议 以及枪支管制争议等等 而随着调查逐渐的开展 当局发现他虽然结了婚 但却有同性恋的倾向 因此他多次地在网上邀约男同志 并且大老远多次地开车 到车程两小时以外的卖动夜店 也就是这一次案发的 同性恋的夜店来光顾 而联邦调查局FBI 以前虽然就曾经怀疑 他跟恐怖组织有关 还两度地约谈他 但却也始终没有确切的证据 他使用的枪支 也是合法买到的 也就是说 当今美国社会常见的所有的争议点 在这个案件上几乎都找得到 而且正反两面都有得说 今天我把节目的主题定为 非我族类齐心比翼 就是要从这个案件出发来谈一谈 人们面对这类事件的时候 最容易出现的思路 一般人在思考分析一件事情的时候 很重要的一个程序就是分类 也就是把事件把案件的主题定出来 还有把当事人定性定调 然后按照这个类别 去发展相关的推理 从而获得自己的结论 好比说定性为财杀凶杀情杀等等 而在这个过程当中 我们的思路很容易受到自己所属的群体 以及既有的立场跟成见所影响 假如事件的当事人 跟我们不是同一国的话 就很容易会快速地下结论 甚至扣帽子 好比说案发之时 大家一得知这个枪手是阿富汗移民 马上就联想到 他是极端种族与宗教的狂热分子 而案发的地点是同治夜店 更容易让人联想到 刻板印象当中的回教穆斯林 他们好像都反对同性恋 于是人们纷纷地在内心里面分类并调 朝向伊斯兰国跟恐怖攻击方面去思考 从而把他们那些回教徒 他们那些恐同反同的人 划归为一国 也就是认为他们非我族类 而如果这种想法更进一步的话 就会落实在具体的行动纲领之上 好比说共和党的总统参选人 Donald Trump就认为 应该要拒绝让那些对美国不友善国家的人移民 甚至入境美国 因为他觉得那些人就算移民美国也是自成族群 不会融入美国的社会 也不会去举报类似的犯罪企图 言下之意就是 不能相信这些移民对美国的忠诚 也就是因为他们非我族类 所以觉得是其心弊异 而在FBI发现 欧马尔马丁可能也是同性恋之后 他行凶的动机似乎就无法完全用 反同性恋的极端穆斯林来解释了 人们也开始从他的成长背景与家庭 婚姻等面向来探讨 觉得他之所以行凶 有可能是因为他自我认同产生了矛盾 从而对社会出现了仇恨 而不只是单纯的种族 宗教或者政治狂热的因素就可以解释的 而也从此刻开始 对案件的探讨才出现了比较多元的声音 无论是凶手的背景也好 他犯下这起暴行的背后原因也好 都相当的复杂 而在这样的情况下 外界会产生非我族类的想法 其实也可以理解 但关键是在于 就算我们认定这位欧马尔马丁 乃至于其他穆斯林背景的移民 非我族类 也应该要从他们的文化 信仰与社会等等各方面 做具体的讨论分析 而不是一口咬定他们 其心弊异 否则不但可能会误导调查的方向 后续更可能会引起更多不必要的跨族群 跨宗教乃至于跨文化的误会与冲突 不管是家庭地区或是国家民族 每个群体或多或少都有自己的特性 这是可以理解的 而这样的特性一方面成为了维系群体组成分子之间关系的重要依据 而另外一方面也转化成为外界对于这个群体的基本看法 乃至于所谓的刻板印象 就好比说犹太人的精明举世闻名 客家人的勤俭也是华人世界公认的 当然这样的形象有一定的可信度 但我们也不要忽略了 每一个群体都是由个体组成的 而不同的个体彼此之间也会有一定的差异 因此在深入分析的时候 绝对不能的单纯的以族群为标准 甚至以有色的眼光来看待不属于我们族群的人 今天的优势焦点话题就跟您分享到这儿 再一次的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次再会 优势频道YouChannel 焦点话题